性骚扰风波还在持续 国民党立委王洪威 今天是召开记者会 直指乔委会的委员长徐家庆 有对性骚扰案有吃案的嫌疑 王洪威是拿出当事人的录影指控 认为整体事件根本没有依照 性贫案件来处理 徐家庆则是表示 一切按照流程走 绝对没有任何的隐秘 今天他人还在巴西 跟我同样处在同一个办公空间 乔委会驻巴西 保罗乔教中心职员 带着墨镜出面控诉 遭到性骚扰 国民党立委王洪威 更直指乔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家庆 有吃案嫌疑 根据了解这起性骚案件发生在巴西圣保罗乔教中心 一名女性控诉遭到上司言语肢体性骚扰 她申诉后却被徐家庆一拖再拖 二月反映六月才开始处理 最后决议结果要将她的上司调职 却一直没有下文 导致当事人身心俱疲 王洪威质疑民进党日前爆发 迷途事件 徐家庆当时担任民进党副秘书长 如今侨委会又传痴案 质疑徐家庆是习惯性痴案 双方各说各话 事件真相恐怕还有待相关单位 介入调查才能还原 记者综合报道